但是建功立业的这种欲望 毕竟始终澎湃在宋江的心中 在他被发配江州的时候 在巡洋楼上 他已经无法忍受了 他无法忍受自身的这种落难的处境 所以他写下了一首词 又提下了一首诗 词是这么写的 自幼成功今始 我读了宝读诗书 长成亦有权谋 我读书不是个书呆字 我还有权谋 恰如门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这都可以看出宋江始终潜伏着的 这种建功立业的功名的欲望 不幸刺文双侠 此配的力 哪堪配在江州 他连若得报冤仇 血染寻扬 江口 他还是要报仇 要实现自己的报复 这个报复是什么呢 他的诗写道 心在山东 身在乌 飘鹏江湖 慢 绝须 他日若遂 林云志 敢笑 皇朝不丈夫 皇朝最后造反 称帝的 他敢笑 皇朝不丈夫 就说我也像皇朝要要当丈夫 而且 他在这一诗一词的后面 属下大名 运成宋江座 宋江 长时间 压抑在内心中那种功名的欲望 第一次借着酒气 痛痛快快的发泄出来了 对皇朝的眼目 甚至对这种报仇的那种表白 揭示出宋江心底里头 那种天平的彻底的倾斜 被逼上梁山了 要走向江湖 要反叛朝廷 要崇尚武力 再也不相信这种什么法治 要崇尚武力 所以这里头 表现的恰恰是宋江 最深沉的那种欲望 或者最深沉的那种性格特征 所以对宋江来说 在这个时候 对邪道的向往 已经远远超过了 对正道的坚守 在他内心的选择上 实际上 对邪道的向往 本来就早已压倒了 对正道的坚守 只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 打从当小利的一天开始 宋江就从来没有打算过 循规蹈矩的在官场里头混 他只是试探像官场这样正道 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 仅此而已 从这一点咱们也可以看出来 小说家恰恰通过从宋江这种自由保读 精识保读 诗书的这样的一种人 在社会上没有出路的这种处境 他写出了社会政治的黑暗 一个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 一定是要给人们 给有才华的人们带来希望 带来出路 但是恰恰是像北宋莫连这种黑暗的政治 他是压抑有才华的人 不给有才华的人带出路 反而是给像高丘他们那样的人带来一种出路 所以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政府是没有希望的 正是因为如此 宋江打从头就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邪道的一种向往 只是在他心里把不住 他如果过多的投入了邪道 投资于邪道的话 这种政治风险到底有多大 这种胜算到底有几分 只是到迫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在毅然而然的最后放弃了 走正道的这种可能性 反善良善去 宋江飞进了周折 无数次的权衡寻寻觅觅 最后选定了 是一条折中的人生道路 这条人生道路是什么呢 就是先造反再造反 用九天玄礼的话来说 叫做去邪归正 九天玄礼对宋江来说是一种神明的启示 实际上先造反再招安 这是宋江早已有之的一种想法 他早就对武松就曾经这么劝过他了 所以不是他一时的想法 是早有的这种想法 只是这个时候有九天玄礼 把这层窗户池给捅破了 明白的成为宋江明确的一种政治追求 您马上再招安 您快点来说的是宋江明确的一种 喜好 一种料理 感谢观看